下面再举《静影书》里面的一个说法 这是我们中国的祖师之一 书曰 但能炼刀 行得显著 不见上下 同得往生 故言 著于无上下也 这段话说什么意思呢 就是讲 您念佛只要是功夫 非常显著 心真正能够定得下来 从哪里看得出来 我们真的有功夫呢 这个佛号当中 没有杂念妄想参杂 那就是经营老法师所讲的 行得显著 他始终都能够保持 心静平和 时时刻刻 不受一切外境的影响 学佛嘛 就是学这个 那要保持到最后的时候 到我们临终 那一刻 也是这样一个正念 那就成功了 所以才说嘛 助于无上下 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就是修什么呢 不分别 不执着 不起行 不动念 这个话我们好像讲了好多遍 对不对 至少只是几十遍都有了 多讲好 帮助我们呢 去思考 去做 若得生彼 神通动达 无有边际 故云 动达无边际耳 生到极乐国土 的的确确啊 就像阿弥陀佛 在第二十院里面所讲的 各个都是阿维越智菩萨 从这个说法 我们就可以知道 生到极乐世界 大家的地位是平等的 所以啊 那个世界 跟我们这个世界 是截然不一样的 不要说 我们这个说法世界 仕途不在一块 就算是哦 人道的众生 平等不平等呢 不平等 在极乐国土 大家的心呢 都能够平静下来 因为种种的受用 都是一样的 这是阿弥陀佛呢 经过考察 调研之后 得出了一个心得 他希望 他这个世界 极乐世界 让每一个 到达这里的众生 都能够安心地修行 安心地生活 安心地出去度众生 苏为上中下三倍 皆得往生 故云无上下 极乐人民皆神通无边 故云无边际 三说正义合称 会书 家乡书 经营书 说法呢 都是很值得 我们大家一起来做参考 讲得都很好 所以极乐世界的 菩萨们 各个能力啊 都现前了 我们真的要加把劲啊 还待在人道 说句实话 都不好意思 是不是 人家都已经 都是阿维悦志菩萨了 都是法身菩萨了 甚至还有很多都成佛了 我们还在 六道里面呢 生生死死 死死生生 没完没了 下面都在劝我们 一个情精进 努力自求之 底下解释 此段以前 所说皆极乐 圣众之功德智慧 在这两句经文之前呢 都是讲到极乐世界 菩萨们的功德智慧 不可思议啊 那刚才念的这两句经文 它是 乃世尊 唤醒法会大众 精勤修习 求生极乐之词 一个情精进 努力自求之 是世尊 勉励我们 鼓励我们 要精进用功 一定要发大心的 求生希望进度 不但无量寿金上 佛这样子苦口婆心的劝导 说实在的 光是我们中文版的 大藏经 里面 讲到极乐世界的 经典 论 至少有 两百四十多部 两百四十多部啊 诸位同学 从这个比例 您就知道 佛 最大的心愿是什么呢 希望我们个个都能够升到西方净土 前所开示 前面佛所讲的 尤其是提到八个自然 像自然中 自然相 自然之有根本 这是什么呢 都是常住真心 人人本有 各个现成 本质清净 能生万法 原来佛菩萨所有的 这些受用 我们众生也都居住 物则顿弃本佛 弥则妄伦生死 摆着我们大家 前面是两条路 一个是悟 一个就是谜 你悟的话呢 回归本性 豁然大悟 那如果还要迷惑颠倒 怎么办呢 很糟糕啊 忘伦生死啊 那个伦就是沉沦 没落 生死 就是指的六道轮回 请问大家 想不想来生再来做人 你现在是捋的嘛 你想不想当男人试试看 哎呀 物生就是男的嘛 男的也苦啊 只要是在这个时间 没有不苦的 三苦八苦 一个少不了 说真的 就算是让您当 转轮圣王又怎么样 那福报最大了 真的您看了 金律玉项 法院朱林 都有 介绍这个 转轮圣王 让我们觉得 哎呀 这个福报太大了 但是我们要知道 当他的 福报 想完了呢 还不是要在六道里面 转轮圣王 不就签 就签了